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,周刊爆料国民党提名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以往选举的政治现金,已有半数宣传之出流入自家人开设的传播公司。 卢秀燕透过办公室澄清,她的确请亲朋好友打选战,并且依法诚实申报选举之出。 候选人不能请亲朋好友帮忙打选战吗? 质疑是对手抹黑手段。 周刊爆料卢秀燕历届选举的政治现金,尤其花在选举宣传的支出,有超过一半的钱都流向特定两间传播公司,且指这两家公司都是卢的家人开设,疑似左手给右手。 针对爆料,卢秀燕透过办公室回应指出,基于选战之时效性及保密性相关业务交由信任之公司执行,在选战中极为普遍。 亦为现行法律所允许。 但他历次选举皆如实申报,完全坦荡荡,经得起台中市明25年的检验。 卢秀燕反制于林嘉隆和他的市府团队经不起三年的检验。 因林嘉隆可能输掉这场选举。 再加上千亿海水采矿MOU骗局选情告急,财务所不用其极。 先是违反行政中立施压各区公所,在公务网路平台上攻击他。 这两天又开始散布他,请亲朋好友打选战,攻击他的亲友。 卢秀燕说,是的,我的确请亲朋好友打选战,并且依法诚实申报选举之初。 候选人不能请亲朋好友帮忙打选战吗? 重要的是,是否依法诚实申报备相? 及之初。 卢秀燕说,正因他形象清新,深得台中市民肯定,所以才让林市长的团队不得不采取抹黑暴摇负面的手法。 株连竞选对手及其亲友九族,我们之国民党在野,又被党产会追杀,没有任何资源。 但是,我和我团队的勇气奋斗的决心,绝对超乎林嘉隆市长的想象,也绝不是林市长用抹黑暴摇滥用公权力可以破坏。